之前有媒體報導 國防部呢 這個有關於這個軍人領取終身奉的退休年齡呢 可能會延到60歲 國防部呢今天就鄭重否認 保證呢這絕對不是一個選項 而面對104年募兵制就要開跑了 國防部呢今天也公布常備兵軍事訓練辦法 從明年開始呢 民國83年1月1號以後出生的男生呢 都要接受4個月的軍事訓練 國際年金改革傳出將把退休領取終身奉年齡 延後到60歲 國防部11號上午鄭重否認 這個是陸軍司令部所屬的一個單位 在他們單位內部裡面辦理講習時候啊 所自行延泥的一個假設的資料 不是我們國防部現行延泥做法或者構想 我們沒有這種討論 國防部保證沒有這個選項 將在這個星期的舉光日政治教育 將向全體官兵澄清 具體年金改革內容 目前也不願透露 不過明確的是國防部常備軍事訓練辦法 民國102年開始 自民國83年1月1號以後出生異男 凡年滿18歲都得接受16週常備軍事訓練 一般異男先接受8週的入伍訓 再接受8週的專長訓練 大專異男可選擇在大一下學期暑假 或畢業後接受入伍訓 再於大二下學期暑假接受專長訓 哲理一期最多15天 募兵制推動 在秉持平時養兵少 暫時用兵多 及平時能救災 暫時能作戰之原則 一難轉換 接受4個月軍事訓練後 那後備一邊管 全民募兵制將在104年全面起跑 香灣配套提前施行 勿求到時無縫接軌 雲電TV正熙王書宏 台北報導